大庆商工 大庆商工传家机 今年国家级以及证照 92位同学报考82人通过 获证率高达90% 每位学生考取证照总数全国第一 实践了学校就业有证照的办学理念 我想这是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也印证了我们董事长的办学理念 就业有证照 那期待我们未来能够更加的优质 更加的进步 来造福教育我们的心心学习 董事长肖松喜先生 获知学生优秀的表现十分欢喜 特别赠送每一位学生一幅亲自提证的施加冕 期许好还要更好 我们为了鼓励这些同学毕业马上可以就业 我们今后从今年开始 要入籍15名到20名 有心在学校服务 而且他也能够把他学到的技术 传授给学弟学妹们 让学弟学妹们也能够获得以及技术术的证照 我们学校将对这些同学来继续栽培他们到科大 来上周末班的课 让他们将来获得技术教授证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鼓励学生获得以及证照的回馈 大庆商工将试人力需求状况 每年从优秀同学中优先聘用留校服务 大大鼓舞了在场的学生 让他们有了更明确的努力动力与方向 这样子对我们很好 因为就是一毕业之后也不怕说 是因为外面的人是怎么样 所以导致我们就是很难找到工作 然后就可以来到很熟悉的环境 对然后就可以立即毕业之后就可以立即就业 这对我们的福利非常好 大庆商工荣获行政院颁发证照培育鼎标学校 该校师之优良及设备专业 今年更首先开办全国唯一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真是辅导班 鼓励学生取得稳定工作机会后 再利用工作之余到策略联盟的科技大学 进修专业知识 致力落实毕业及就业 选读大庆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的理念 公益频道张华允 袁林采访报道 bên吧 我们下期的完美 我们下期的 Winston